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說到 Jon Snow 現在大多數會馬上有聯想的人 應該都會想到 影集《權力遊戲》裡面那個 No Nothing 的 Jon Snow 吧 但其實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 也就是說 Jon Snow 的英雄 而且是真實存在於歷史上的人物 時間回到 1854 年的 8 月底 在英國倫敦蘇國區 爆發了一場非常嚴重的 禍亂傳染事件 禍亂是一種急性 細菌性腸道傳染病 得到這種病以後 會開始瘋狂上吐下泄 因此身體會急速損失掉大量的水分 每天會直接排掉 10 到 20 公升的水分 喪失水分後 血液就會慢慢變得濃稠 到最後無法順利流通 造成急性循環衰竭 器官開始一一失去功能 簡單說 它們會因為失水過多而死 有點像是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做 《燕尾服》裡面的反派用的方法 這種疾病是因為禍亂活菌而引起的 容易透過被人類糞便污染過的水或食物而傳染 但是在當時普遍認為 禍亂是因為空氣傳染所導致的 John Snow 本身是一名內科醫師 透過大量的訪談病患 得知它們都是先從腸胃開始感到劇痛 因此他推斷 禍亂應該不是空氣污染導致的 而是因為它們吃進去了某些東西所引起的 他開始懷疑是水源出了問題 於是他找到一條街道 這條街道上面其中一邊的水溝是流向水井的 另一邊則是往水井的反方向流 結果他發現水溝的水流向水井那邊的住戶 許多人都得到了禍亂 而水朝著水井反方向流這邊 就只有極少數人得病 為了更進一步證實他的理論 他開始擴大調查整個蘇活區 因為霍亂而死的人 但不是單純的統計數字而有 而是先畫一張地圖 然後將這些因霍亂而死的人 依照柱子標記在地圖上 結果就讓他發現了一個關鍵 我們看一下這張原始的手稿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由中間往外 死亡人數似乎呈現一個放射狀的輪廓 這一波霍亂的疫情 似乎就是源自於這張地圖的中間這條街 Broad Street 他到這條街上看到街上有一口井 人們平常就會由這口井來取水回家去用 經過進一步調查之後他發現 這口井的抽水水源 是來自於當地地下水的污水出水口的下游 這這樣子全部都連在一起了 因為污水從地下排出以後 水連著河川往下流 被這口井給抽了上來 然後當地的居民引用這口井所提供的水 因此得了霍亂麻 得到霍亂的病患 他們的排泄物又流入河川 又被抽上來 就這樣的惡性循環 最後就導致整個蘇活區的這起霍亂爆發事件 那因為發現了這場霍亂爆發的原因呢 後來的人就稱它為公共衛生學的始祖 John Snow做出的最大貢獻 就是他這種把醫學病例結合地圖圖資的研究方法 雖然之前也有過 但這次因為拯救了無數的性命碼 讓這種方法更加廣受重視 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GIS 現在已經發展成一個專門的學科囉 結合地理學和地圖學 把各種資訊和地理結合 產生各種實際的應用價值 像是我們的經濟部也打造了 經濟地理資訊系統 把地理資訊和經濟活動結合在一起 比如你想要開一間店 想要找個適合的人潮多的點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這個系統來看囉 到這個網址打開系統後 點這個消費強度圖 就會看到說它這邊繪圖的依據 是依照電子發票開的數目跟位置來計算的 發票開的越多 就代表說那個地方很多人在做交易嘛 就是一個消費熱點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台中的美食一級戰區 宮一路 這邊很明顯就是一個消費熱點 或是像星光三越 圓柏這間也是 還有逢甲商圈也很明顯非常熱鬧 這邊東海商圈也是一個熱點 好這都只是粗淺的先看一下而已 它還有進階的功能 比如說選址決策 點開之後我們選商業選址這個功能 可以幫助我們找到適合的開店位置 這邊可以勾選你覺得重要的幾個指標 例如平均所得、交通方便程度、消費強度 同業的店數等等的 假設我想要在一中商圈這邊開一間小吃店 我就把地圖拉到這邊 然後按選取範圍 選好之後點兩下結束選取 然後再按下計算指標就可以看到 它把這個區塊做的劃分 點開每個小區塊就可以看到 你剛剛勾選的各項指標如何 可以看到這邊基本上 軌道運輸的分數都很低 因為沒有捷運或鐵路經過 但公車站、人口密度、活動強度等等都非常高分 所以就可以依照這些指標來參考說 店面要開在哪裡了 我覺得即使沒有要開店 打開來網上看也真是蠻有趣的 可以更瞭解一個地方的各種經濟數據 比如我們點這個產業空間大數據 然後選機體電路製造業 正可以看到竹科、中科、南科這三個科學園區 不光是這樣 這個功能也可以查產品 比如說我查詢項目切換成工藝的產品之後 選擇紡織業 就跑出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語 點了毛巾就發現 哦!原來毛巾大部分都是在雲林生產的 會想點這個經濟資訊 然後我們先選台北市 往下拉到最下面之後我就發現 台北人一整年的消費習慣 通常到靠近年末的時候 消費活動就越高 然後我們點台中市的西屯區 這邊則是9、10月消費活動很強 為什麼呢? 我推測應該是因為 百貨公司的週年慶的關係啦 這邊有星光三月跟大圓百 兩間都是在9月跟10月週年慶的 然後11月因為週年慶結束之後 所以沒錢了嘛 消費強度就特別低 當然這只是我的推測而已啦 那如果想知道比較小區域的經濟數據的話 可以選擇三級發布區 三級發布區是經濟部現在對外公佈 資料最小的空間單位 可以看到一中間如果要買店面的話 這個價格真的很可怕 總之我覺得這套系統真的不錯啦 當然它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的 那等到資料量越多 這個系統才會越強大 那如果說想要開店的話 這個真的很好用喔 那就算沒有要開店 打開了玩完 我覺得也能夠學到不少東西 真的蠻有趣的 好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這個 GIS 經濟地理資訊系統 大家可以上去玩玩看啦 OK 那最後呢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 鈴鐺 跟音樂上好玩的不要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